你们井水不犯河水 只有赵亮还没有爬出那波冲 可别让他做过金盘洗手的机会 谢谢董事长点醒 我举荣会能得到你的大力香港 我知道 那都是金昭丽的面子 我只是想请董事长给赵亮带个话 说文歌已经去了香港布置退了 随时都会来接的 我举荣会不怕沾过 但要沾得值得 二位 这瓶酒是那位赵爷 请你们二位喝的 他给的小费很多 百勒门的小姐都轮流娶她那领首 除了你 我的老潘就算瘸了两条腿 都比他像人 火专达暴ibles 他们看着 才偶尝 就能直接得动 钱 有没有 一定要 Guide 太奖了 也不不大 这样王这个 知道吗 可以 说就是 我们来 那都有 看来能灭火的只有我任代代 来来来 干你了 干你了 你放开我 我是看在赵丽的份上替你解围 你不要不识抬举 他已经不配武了 你不要在我面前替他 是 他命好 给小白脸走了 得好到底啊 你多什么命 你要是知道他和郁家的秘密 你就会明白 郁家的秘密 郁家的秘密 我早就想说出来 让全世界的人都 你别问我 郁家 来 我知道你醉了 所以才提醒你 虽然我不知道 郁家的秘密到底是什么 但是我见过赵丽为了保守这个秘密 差一点给我拼命 好了 赵亮 改天再谢你 我们走 哎呦呦为 趁你那相好不在就偷吃啊 穷凶极恶的抱着就啃 你跟赵丽的哥哥是怎么勾搭上的 闭上你的嘴 难不成赵丽的哥哥 是惹得你心仰想偷的男人 放你的狗臭屁 算你有眼光 他呀可是比老孙头强多了 谁不想谈回恋爱呢 可是人家看上的偏偏不是你 好 干 好 干 我赶紧说我什么也不在乎 每个人都有份啊 我告诉你们拿着你们的钱 每个人都有份 没问题 拿着你们的钱走 走 拿着钱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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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吧 快走吧 你刚才说金照丽请假跟人跑了 我什么都没有说 你说金照丽跟一个小白脸跑了 你要是喝醉了就胡骚 我现在去掐死你 我没有胡说 那个小白脸姓盛 他父亲 还到这儿来找郭世红要人呢 我没有胡说 我没有胡说 是吗 这个情报好啊 只要是能整倒金照亮 我重重地赏你 好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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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你 结账 走 好 我在说什么 我在说什么 我到底在说什么 喝杯浓茶 先切解酒吧 我怎么看你和那个任代代 倒也挺相配的 我遇见四镜了 他怀孕了 孩子是 他不承认那孩子是我的 他恨我 我跟他说 他们一家三口的死 都是巨龙会造成的 他不是我 不是我动的手 那有什么两样 凶手是巨龙会 你是巨龙会的一分子 你们统统都是凶手 我明知道黑道干的都是 那些惨无人道的坏事 我居然还助你们 这帮恶人一臂之力 你 我和你们一样 罪不可赦 四镜人呢 他 他走了 你已经只是一个 无药可救的废物 对 我是个废物 我早就应该被 宝照一枪打死 这样就不会害四镜 怀了我的孩子 我是一个已经被判了死刑的人 我不能让我的孩子 跟我同样的命运 我不能哭了他们母子 一个女人爱你 选择为你生孩子 就凭着这一点 你已经有千万个理由 为他们活下去 你不会了解的 我不能让四镜 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我不能 告诉我 你究竟有什么难言之隐呢 说出来我才能想办法帮你 如果张力在 他也一定会阻止 四镜剩下这个孩子 因为这是唯一的办法 对 就这样 认真话 好 小飞啊 这是什么 蝴蝶 蝴蝶啊 你再画蝴蝶啊 那么漂亮 会飞得吃吧 那你再画另外一只蝴蝶 放这点好不好 老师 请问你是叫圣月如猫 好 你怎么知道老师的名字啊 我叔昨天来学校接我 见到你 他没看清楚我怕认错人 才让我问老师的名字 嗯 但是老师在这边 除了房东之外 没有其他认识的朋友啊 我叔在上海复旦大学念书 放假的时候才回乡下呢 那你叔他 回去了吗 没有 他让我把这个地址交给你 请你去找他 小飞 告诉你叔叔 说 就是我不认识什么 上海复旦大学的人 他看错人了 好吗 嗯 好 原来您就是圣老师的夫人 那不是我教的 那是我丈夫教的 也不知道 学生们对他的印象 到底是怎么样 反正你们需要多帮助他 您过签了 说着他就来了 月如 来 这位张先生的儿子 也是你们美术班的学生 小犬名叫张月 非常喜欢画画 常夸您教得好 谢谢 不好意思 我们还有事 改天早聊 青春 青春 谁叫你没事跑到学校的 我只是想陪你一起走在回家的路上 谁知道你刚看到我 拽了我就跑像逃命一样 我是在逃命 那个学生的叔叔 他是我复旦的同学 他已经认出我来了 那又怎么样 那你不能见到人家学生家长 连声招呼都不打 你刘月儿面无叙色地就跑了 人家没说什么呀 人家在夸你呀 我不需要他夸我 今天学校的教务主任 已经聘取我为正式老师了 但是我拒绝了 因为我知道 要成为一个正式老师 就必须找出我所有的身份证件 我没有办法 原来你连圣月如三个字 都不敢面对 亏你还口口声声说 要跟你父亲对抗到底 原来 你只是成一时的口舌之快 对 没错我就是一个懦夫 可是你呢 刚才看到你 我还以为我看到 在白勒门舞厅里 跟客人露露爆爆的金照丽 所以不管我们再这么躲 你浑身的风神味 才是我们这辈子都甩不掉的 他也不添水 就说我 快点 还能带你 赵琳 张力 原谅我 张力 张力 我以为你再也不回来了 对不起 我口着来 我讲的话都不是我的心里话 原谅我好不好 看什么 没见过我抽烟哪 以前在上海 不管是在百勒门 还是在家里 我可都是烟不离手的 可是搬到这里 还没有借你抽过 为你借了 不过现在想想 你说的其实是对的 不管我怎么借 我这一生的风尘乌尔 是永远都借不了了 从来没有想过 你为我借过烟 你想抽 我为你抽 好抽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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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你 你 不会 呀 就 你 不 是 你 能不能 出水 是我 是我自己自作自受 是我自己活该倒霉 不 请您 请您原谅我好不好 我 我 我会觉得长大 不在孩子气了 对不起 你知道吗 今天白天的时候 我真的很生气 我想走 想走得离你远远的 可是我一进到这个屋子 看到我们的小屋 是我们用两只手 创造出来所有的幸福 这个屋里的每一点 每一地 真的都有爱的味道 所以我想 我不能为了你的一句话 就真的 走了 你觉得不能既有佣不顾 你觉得不行 我做了个噩梦 我跟到我爸 他拿着一个猎枪 拼命地追着我 以前把我打倒在地上 我倒地的时候才发现 我其实只是一只鹿 周琳 你说得对 你说得对 我爸就是一个猎人 所以不管我怎么跑 怎么逃 我都永远要死在他的枪管下 月如 你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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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抖得厉害 全身都是汗 我不知懦夫 我不是懦夫 我只是害怕 害怕失去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你 就像梦一样 到死的那一刻 我都没办法再见你一眼 就这么孤零零地死去 月如你记者 我们一辈子 都要做彼此的后身符 就算是死 也都要拼命地保护着对方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 重要的是 我们如何把我们的茶叶 运进来 你说得有大 也不得就是这样 你怎么说 东方商行赵总经理 没错 毕行赵 特来向盛董事长讨教 如果盛董事长不嫌弃的话 我虽然瘸了一条腿 也能帮您找回令啊 继续说 我的仇人是金赵丽的哥哥金赵亮 所以金赵丽受苦 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让他们在外头风流快活 那还有天理吗 你是上海有地位的银行家 想必是 连报警抓自己儿子的颜面 也拉不下来吧 我儿子犯的是家法 用不着报警 这报警有什么用啊 我的眼线遍布全国 能轻而易举地 找到令郎和那贱人的下落 你是说 你能找到那畜生 听说盛董事长在百乐门 向郭世红要个人没错吧 凭金赵丽和郭世红的关系 紧盯郭世红就有眉目了 我托人密切监控郭世红的电话 来往记录 尤其是长途电话 就在前几天 在苏州的乡下一个电信管理所 找到了拨给郭世红的一个长途电话 拨电话的正是金赵丽 这个就是那间电信管理所的地址 我就是从这间电信管理所着手 搜遍了周围每一户人家 找不到继续扩大搜寻 搜完了苏州继续搜下一站 好 只要我儿子平安无事 我愿意给你提供资料 我相信我的儿子 绝对不会靠女人为生 在必要的时候 他会坐视虎口 那太好了 我想用不着搜完苏州 他们的快乐蜜月生活 就会提前结束 到那个时候 我会安全地把令公子 叫到您手上 到时候我中金抽携 不过 你要保证我的儿子平安无恙 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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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羡慕思静啊 她肚子里的新生病一天天长大 作为一个母亲 她现在应该是最快乐的人 可是为什么那天从百货公司回来 她安静地让人担心 二位 我准备去买些补品 顺便把丝镜带上 看看孩子有什么要添的吗 凯伦 我楼下来陪爹地 老羽妈 背车 苏静 你去换双鞋 跟我去百货公司吧 我在车里等你 快去吧 好 金先生 好久不见了 怎么 跟凯伦约好了 刚才那个人 我是说凯伦小姐有别的客人 我们家没客人 我是说我们家没外人 四季 你怎么了 我 我知道你怕见陌生人 不过那个人是我朋友 你不用怕他 不行 那个 我害怕任何人看见我 这样的话就会多一分危险 你看 万一 来 把外衣脱掉 妈咪 妈咪 我改变主意了 我想先陪你逛百货公司 好啊 刚才进屋的是 是凯伦小姐 嗯 我还以为 是别人呢 你确定要跟我去百货公司 不陪朋友了 嗯 是我太冒昧没先打电话 既然凯伦小姐有事 我赶紧再来拜访 欢迎 打扰了 下回先打个电话来 我在家等你 好 四季的顾虑是对的 少一个人知道他在我们家 就少一份危险 可是 我天天盼他来 他偏偏今天来 这下四季可不能说我重色轻油了 他是 是 四季 先生 我现在就去给你拿 先生 先生 我现在就去给你拿 不可就是 我现在就去给你拿 先生 药在这儿 上次你拿药给发病的凯伦时 我就问过你 你怎么知道这瓶药 能紧急减缓它的疼痛呢 不要说错觉 因为你两次都拿对了 一般人是根本不了解这种药的 刚才外边那个找凯伦的男子 你认识吗 不 我不认识他 那你刚才看到他反应那么强烈 难道只是因为害怕 逼死你先生的债主再次找到你 对 我害怕见到陌生人 可你为什么回答不出 我问了你两次 有关凯伦发病的急救药问题 我 我不能不怀疑你出现在我家是另有目的 如果和凯伦有关 我就更不能不过问 虽然我答应让你留下来 但这太让我为难 我必须保护好我唯一的女儿凯伦 如果我不说的原因 是因为我不想伤害凯伦小姐 那么先生你会相信我吗 先生 请您别再逼我说出这个事实 或许原来 我真的有什么目的 可是通过这些日子的相处 我知道现在你们全家都是真心在对我好 尤其是凯伦小姐 所以 即使有一天 我要是走投无路带着孩子去死 我都不会忍心再伤害凯伦小姐的 我请求先生能相信我 我真的很想回报凯伦小姐 我也求求先生 不要再问了 我什么都不能说 一个字都不能 我可以离开 也许 这是我唯一能报答凯伦小姐的 我想知道 既然你承认是真对凯伦而来 不管你说的是不是事情 我也只能请你离开我们家 这也是我做的唯一 能保护凯伦的决定 好 我愿意离开 我知道你有身孕 我给你点钱 够你暂时生活分娩的费用 希望你找一个好的借口离开 因为他们母女俩真心希望 照顾你和孩子一辈子 千万不要让他们起疑 尤其是伤了凯伦的心 先生 先生 您的大恩 我有朝一日一定会报答您的 先生 您的叮咛我会永远记着 对不起 大哥 你说那个金兆链 会不会是故弄玄虚 其实他根本就不在苏州啊 不在苏州 他还能跑到非洲去啊 那 我向盛文达夸下海口 就是挖第三尺 也得找到这个人 可是他 盛月如 有本事带女人私奔 就得有本事养家糊口 他总得找个工作 一个吃不了苦的贵公子 他除了读书还能干嘛呀 读书 快快快 快点啊 等等王月如 你不是说今天我放假 咱们去拍照吗 你知道吗 我一直很遗憾那场芭蕾舞 我没陪你去看 不过没关系 今天你有眼福了 我来跳给你看 而且只给你一个人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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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还说 说我在这个乡下教书 埋没了我的天分 我看 真正被埋没天分的是你 你不能继续在百乐门里跳舞 等一下 不要停 等我一下 我去拿相机 不 不要去 这一辈子 我只会为你一个人跳舞 每一个镜头 都只留给你一个人 我会让你拍 但不是在这儿 我一定要站在舞台上让你拍 喂 法拉 学校在那头啊 傻瓜 今天不留兵了 你没看到变天了 老天爷不赏脸呢 老天爷不赏脸呢 您是这儿的主任吧 我是本校的教主任 这听起来官挺大的 学校都归你管吧 今天是假日 您好像不是学生家长吧 我是来找人的 找人 您这儿有一位教画画的先生啊 挺年轻 姓盛 叫盛月如 盛老师 盛老师 我让你填的资料 怎么还没交给我呀 我急着向校长提报 聘请你为正式的美术教师 主任 我 我 我心领了 怎么 你还有什么苦衷 如果 主任真的愿意帮我 那就请主任 尽量替我掩饰 我是指 如果有人向你打听我的消息 请主任替我隐瞒 有 我们学校的美术老师 在我们这儿教课五六年了 他是个老教师 是 年龄至少是四十多岁 那盛月如是个小白脸 他给一个假三烂女人跑了 算了 我料他也不是教书的料 白费我这么多口舌 看什么看 这全是书 我以后在牌桌上准书 谁出的搜主意 到这么晦气的地方 买票 连夜回上海 欢迎光临 我招什么时候回来 他到底在哪里 一脸后悔莫及 不过我猜 你还会继续做亏心事 我呀至少会后悔 因为我心里 根本装不下那么多坏事 不像有些人 欢迎光临 一个棉沙大王独吞 还嫌不够 你是指男人还是指钱呢 在百乐门 这两样包可是永远不嫌多的 欢迎光临 赵亮 我正要找你 那天晚上我喝多酒 你和宝照那个畜生最好离我远一点 我想请你喝酒 不过不是在这儿 快去照顾一号台啊 老潘来就说我牙疼去拿药晚一点回来 有一天要是棉沙大王着了火 任代代就是找消防局长也消不了他的火 那个客人不是来找赵丽他 我还想托他打听赵丽的消息呢 放心吧 很快就会有人找赵丽的 郁观音就快要现行啦 来来来来 谢谢您慢用 谢谢来 干预备 好啊 来 这次回来还可以多带几天 是吗 我今天不想喝醉 因为我想清醒地跟你道歇 谢谢你那天试图用酒破醒我 甚至用你的 用你的嘴堵住我 阻止我乱说话 你好像知道我会说出什么秘密 我完全不知道 可是赵丽无数次地搭救我 她也答应过我 这辈子都不会用我的隐私来威胁我 我只是用同样的方法报答她 所以才会不顾一切地 阻止你说出有关于家的秘密 其实我什么都不知道 也不想知道 不过我猜赵丽在场的话 她会想方设法 让你保守这个秘密 不用谢我 谢谢你的好妹妹 金照丽 难怪 郭世红那么称赞你 我倒觉得你跟赵丽很像像 没人能跟赵丽比的 尤其是我 跟她比我差得太多了 你知道吗 她有个外号叫于观音 不但心慈更有高贵的志气 她要嫁就做正事 不像我就要给人做小妾了 我还要给你 我还要给你 我连你菩萨都做不了 我连你菩萨都做不了 甚至在人老珠黄之前 找个最烂最臭的困了 我要回百勒门了 要不然 让那个死喜葵爬上我的摇情室 我就惨了 你找了两天一点线索都没有 要是再找不到我儿子 我们的交易就做吧 老爷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